我們想知道說,你認為一例就哪裡是需要認錯? 這哪裡需要問,一問那些產業界就知道了,有人說過他好了嗎? 不是啦,當年法律公布前三個月宣導期,後來再三個月叫輔導期,再三個月叫載輔導期 最後說要修法的,所以最後再三個月不執行 一個法令公布一年都沒有執行,那再修法,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不用我講 你去問產業界,自然他們有他們的說法 市長請教一下,因為五月的時候,其實是在議會的時候排了三場專案報告 也被說是單一會集排記錄,但破記錄,那您在前天的時候,其實在演講的時候 特別提到,好像之前世大運的時候做專案報告,就覺得議員的出席率不佳 那這次又有三場專案報告,會有一樣是擔心這樣的問題嗎? 以及因為剛好您在五月底要赴日本,會不會覺得好像是議員有一點故意在卡你的感覺 不會啦,那個專案報告,我的專案報告反正是這樣 我講那個舉的例子好像是分組的,分組的專案報告 其實我那個是媒體的報告,我去查查看,不然哪個媒體寫的 或者只是從那個Google抓一張照片出來用 那個不是那個大會的專案報告 大會專案報告是這樣,你們政黨協商說要報就報吧 那我就去,我還好 好,來,一位 市長,你在臉書上說,東區衰退是因為定位模糊 那你自己認為東區未來的定位走向應該怎麼樣 雖然是要跟商家來做討論,但你自己個人認為呢? 其實,這也是這樣 我剛才講過,我認為政府不會比業界更了解市場 所以,雖然我們東區的進行計畫,分組織面,然後在硬體面跟軟體面 組織面就是說還是要有地方的商圈組織 所以東區過去一直生意好的時候,他們也沒有想說來去組織商圈 現在就讓他們成立一個商圈組織 其實他們還是要自己去討論,討論說他們希望怎麼做 所以政府是在硬體面,比方說公園啦,路燈啦,或是說我們去幫他處理 另外軟體面,我們也許可以辦一些活動,特別是跟當一些大的百貨公司辦活動 把人潮引進來 所以事實上,東區的定位,事實上就我個人的經驗 我還是不太贊成政府做太多的指導 所以像西門町會變成西門町今天這樣 絕對不是政府一開始就把法庭說西門町要變成青少年草文化的中心 所以慢慢的,終究公司協力還是這樣,政府不會比業界更了解市場 所以應該通常是業界自己要去決定他們需要政府幫忙什麼,那我們再去幫忙 所以東區的定位其實還是要東區的商圈組織自己去釋放 市長請教一下5月5號陳水扁總統舉辦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發表會,屆時你會出席嗎? 這件事情其實要找個時間說明一下,因為是這樣 當時阿扁這個假,那時候就是保外就醫嘛 因為當時我還在醫療小組,所以我們非常清楚嘛 他那個前額業以後會說嘛,所以 我也不曉得說那個到底是會繼續變壞還是會怎樣 所以,所以在他保外就醫以後或指示文化局說齁 據這個保存歷史的精神你知道齁 趕快派人去給他做口述歷史 所以,所以我的想法啦齁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發生在這個島上的一切都是歷史的一部分 所以當時我是基於這個理由去給他做 早安去給他做口述歷史 因為我當時也不曉得他病況會不會繼續變壞 不過所以這個,不過在他們這個口述歷史做完以後 你知道齁 拖了好久一直沒有 沒有出版 最近最近阿扁才同意說出版 但是有些很多,關於出版這個選擇什麼 他好像跟文化局也有些 怎麼講,打人的叫喬不太好 所以打很久 所以我是基於這樣,當時給他做口述歷史 既然口述歷史做完還是要給他發表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會不會出席新書發表會 這個其實我們還是有 還是有,我有交在那個 文化局說按表操課 就是說他到底 他如果發表會到底有沒有違反他目前保外救援 所以我們要是給他查清楚 如果他真的就按照可以 我就把它當作是台北歷史的一部分 所以去出席那個新書發表會 不是奇怪的事 所以你會去 那有什麼理由不去 我剛開始就把他當作是歷史的一部分 市長那個羅志強說 他說蔡正元是表態挺你的廟天國會黨的培屈 趙極人 現在打韓、罵鍋、殺豬、砍馬 全部都是為了幫你侵入帳 你怎麼看 你說蔡正元竟然是我的狂峻喔 對對對 哇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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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的嗎 欸那個 問一下 市長 這個消息 市長 那個東區 這個消息聽起來不是很驚爽嗎 對不對 呵 好啦 好 市長東區的部分 有人說大巨蛋是帶摔東區的很大原因之一 不是啦 大巨蛋還是這樣嘛 這個已經不知道講過幾遍了 我們不可能放水嘛 也不會刁難他 按照成績把它做完嘛 這樣就好了嘛 那當然是這樣啦 這個大巨蛋實在是 反正都 這個我現在態度就是這樣嘛 就當作我是一個 外科醫生嘛 那個車禍中得亂七八糟 我們就看看可以 可以修多少算多少 還是 但是我覺得這樣啦 不刁難不放水 啊袁兄也要認真 像上一次那個審查 你不能在審查前一天才資料送進來 這個 這個審查會過才是奇怪 所以該怎麼做就 所以你覺得是帶摔東區的原因嗎 不啦 這是這樣啦 應該是one of the reason 它不會是the only reason 意思就是說 原因很多嘛 但是 這也不會是唯一的原因 那你前天去拜會嚴青標董事長之後 昨天郭董也去和他會面了 你怎麼看 就是不管選不選 是不是爭取他的支持 都會相當重要 不是啦 我跟你講齁 一般我們 開一間廟裡 你也不能開一間廟 誰可以拜 誰不可以拜 對不對 你比如公廟 風吹就做這種規定 所以 一般公廟的 態度也很好 主要我是這樣啦 因為我上次去走大甲媽祖 繞禁 因為我們回廟的時候 去拜拜 那個阿彪啊 就銀青標董事長 他還在外面繞禁嘛 所以沒有機會跟他說謝謝 因為我們市長繞禁 他行程都安排 他還是有幫忙 所以只是跟他說謝謝 謝謝這樣 回去跟他說謝謝 好 我們市長還有行程 所以我們也把他到這邊提出 謝謝